受到资金热捧 人工智能科技股也带动芯片制造商英伟达 年番上扬 在周日市值更超越了微软 成为了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英伟达在周二收涨超过有3.5% 报135.58美元 再创季度新高 市值更达到了33,300亿美元 英伟达在今年以来这样的一个股价 已经上升超过了1.7倍 这一轮的声浪也是5月份 公司派发了第一季度成绩表之后开始的 而自2022年的年底以来 英伟达的股价已经累升超过有9倍 另外有统计就显示不计以及拆股的影响 英伟达内部人士今年以来 一共出售大约有77万股的公司股份 这样一个价值超过有7亿美元